香港電營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翠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下午2點台風納沙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390公里 即在北位19.8度 東京111.5度附近 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22公里 移向海南島至雷州一帶 過去幾個小時 納沙繼續穩定移向海南島至雷州一帶 與其相關廣闊環流仍影響本港 本港部分地區 尤其是西南部仍催烈風 隨著納沙遠離香港 本地風勢有跡象減弱 當本港受烈風影響的威脅解除時 天文台會在未來2、3小時 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 在過去1小時 長洲、大美督和天星碼頭 分別錄得的最高震風風速 為每小時103、77和62公里 現時潮水比正常升高0.4米左右 預料今晚大約11點 出現的潮漲會令側如沖的海水高度 漲至大約3米 比正常高0.8米左右 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致低蛙地區出現水浸 設物在屋內當封窗戶附近站立 將駕駛和貴重物件搬離當封窗戶 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 以防玻璃萬一破裂可躲避 海上有非常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氣影響 旅客前往機場之前 請先向航空公司查詢航班的情況 熱帶氣旋雖然開始催離本港 但仍有一段時間催裂風 各位請留在室內 直至風力減弱為止 以策安全 在任何情況 切密接觸被風吹倒的電線 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 請留意本台報導 這一節風暴消息 報導完畢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2點02分由林志偉報導新聞 8號東南烈蜂說報封信號生效 天文台說隨著颱風垃沙越來香港 風射進一步減弱 天文台未來兩三個小時 考慮改發3號強封信號 由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梁賢剛 講講最新天氣情況 在過去幾個小時 颱風垃沙穩定地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 向海南島至雷州半島一大日 不過香港仍然受到垃沙的環流影響 現時香港部分地區 尤其是西南部 仍然受到裂風的影響 隨著垃沙進一步遠離香港 香港風勢就有減弱的跡象 當受到裂風威脅 那個情勢解除的時間 天文台就會在未來兩三個小時 考慮改發3號強封信號 受到垃沙的影響 現時潮水都比正常高0.4米 我們預計今晚11點左右 就隨著漲潮 預計海水的高度 還會比正常高0.8米 海水的漲潮 就可能會令低華地區出現水浸 天氣方面 下週12點半至1點半 天文台陸德、岸平、長洲和長洲泳灘 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180、76和19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45、103和93公里 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吹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下週3點之前 颱風納沙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大約420公里 即是北位19.8度 東京111.1度附近 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是22公里 橫過海南島北部以及雷洲一帶 在過去的數小時 納沙繼續穩定地移向海南島至雷洲一帶 相關的廣闊環流仍然影響香港 本港西南部以及高地仍然吹裂風 隨著納沙進一步遠離香港 本地風勢逐漸減弱 天文台會在短期之內 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 在過去的一小時 長洲、大美督以及天星碼頭 分別錄得的最高陣風風速為 每小時85、85以及62公里 現時潮水比正常升高了0.4米左右 預料今晚大約11點出現的潮漲 會令側如沖的海水高度漲至大約3米 比正常高出0.8米左右 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致本港低蛙地區出現水浸 提醒大家 因為海面有非常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以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 可能會受到天氣影響 旅客前往機場之前 請先向航空公司查詢航班的情況 另外熱帶氣旋雖然開始催離本港 但仍然有一段時間吹裂風 各位請留在室內 直至到風力減弱為止 而察安全 在任何情況之下 切密接觸被風吹倒的電線 有些地方仍然吹裂風以及狂風 切密鬆懈做所有的防風措施 另一節風暴消息 報導完畢 雷亭881 新聞報導 現在的日子新聞報導 新聞 8日東南列峰或暴風訊號 繼續生效 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 梁賢剛表示 颱風納沙進一步遠離本港 本地風力減弱 考慮在短期內改發3號強封信號 天文台會在短期內考慮改發3號強封信號 受到颱風立沙的影響 現時潮水的高度比正常高出0.4米 我們預計今晚11點左右會有海水漲潮 預計當時海水的高度比正常高出0.8米 來往本港和澳門的導輪繼續暫停 幾百個旅客在上環港澳碼頭滯留 大部分是內地旅客 有旅客不滿鼓措 和旅行社職員爭執並拉扯要報警處理 受影響的旅行社說已經安排3個團共100多人 坐旅遊巴經黃江口岸轉到珠海再去澳門 另外7個團仍然等候內地安排經陸路到澳門 颱風納沙逼近海南省文昌市預料快將登陸 當地氣象人員說文昌處於颱風中心附近 目前風雨比較小是颱風登陸的先兆 海南省氣象台的台長說 納沙的強度強移動速度快後期仍然持續加強 可能成為6年以來登陸海南省的最強颱風 中央氣象台發布今年第一個颱風紅色預警 預料對沿海地區的影響會持續到星期日 廣東站江市區滿部被吹倒的廣告板 所有學校停課 天文台下午1點半至2點半 陸德、昂平、長洲和橫蘭島 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108、78和67公里 而最高震風分別是每小時159、85和85公里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表示本港吹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 在下午4點 颱風納沙集結在香港至西南大約430公里 即在北位19.9度 東京110.9度附近 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20公里 橫過海南島北部和雷州一帶 納沙已經在今日下午 在海南島東北部登陸 與納沙相關的廣闊環流 仍然影響香港 本港西南部和高地仍吹裂風 隨著納沙進一步遠離香港 本地風勢逐漸減弱 天文台會在短期內 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 在過去一小時 長洲、天星碼頭和大尾都 分別錄得最高震風風速為每小時96、73和66公里 預料今晚大約11點出現的漲潮 會令則如沖的海水高度 漲至大約3米 比正常高0.8米左右 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致本港低蛙地區出現水浸 海面有非常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氣影響 旅客前往機場前 請先向航空公司查詢航班的情況 有些地方仍催烈風和狂風 切勿鬆懈防風措施 有關最新的天氣消息 請留意香港電台的報導 這一節風暴消息 報導完畢